首次上稿 11点34分更新时间 12点20分 记者江志雄宜兰报道 宜兰县消防局今天上午9点36分获报 至苏花公路台九县149.7公里处 一名工地领班巡视工地时 不慎坠落100公尺生涯 请求派员救护消防局接获报案后 出动南澳及马赛分队人车前往救援 是发地点位在南澳湘苏花公路和本路断旁的悬崖峭壁 到处是本落大石块 救难人员切下山谷救援 相当惊险 11点半搜救人员找到工地领班 当事人已明显死亡 众人合力台上来 据了解 死者是明61岁张姓男子 他巡视台九县149.7公里处 明隧道工程士工地水管水塔时 不慎华洛山谷死亡 救灾人员把遗体运离深崖 这处工地今天并未施工 事发当时 现场令明张姓工程师有看到张姓领班巡视水塔 再次探头看时已不见对方 望下看躺在悬崖岩时间 中午12点45分 搜救小组把张姓领班遗体台上 苏花公路151.3公里处 交给警方处理 初步判断是意外坠落悬崖 更新时间13点09分分 对吗 嗯 感谢观看